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穿针引线的小妙招 日常生活中这样针眼比较小的家里长辈 眼睛稍稍都有一点点花 怎么穿也穿不进去 怎么办 非常的难啊 我们今天就教大家这样一个最快捷 最方便 最实用的方法 针眼即使再小 我们也可以随意穿针引线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段线 讲这个线呢 放到我们的手心 放到我们的手心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线 此时已经搭接完成了啊 任意位置随意可选 有很多朋友说 你这个穿法 我可能试了很多次 只成龙一次 大家看 我只试一次 不暂停不间断 大家可以看一下 针眼我们压在线上 上下轻轻揉搓 就这样 揉搓的时候 不用特别大的力气 穿针引线 就完成了 就是这么的简单 就是这样的方便 大家为了家里的老人和长辈 也要学习一下 这个方法和技能 我为了家里的老人和长辈 这是五岩的老人和长辈